我们的导游是泰国土生土长的华人 他是国民党九十三世的后代 是因为1912年的时候 九十三世编入中国远征军的序列 参加了入冕作战 后面留在了个什么泰国的 各网上注意一下 一定要有这个的 是一个礼貌 尊重的意思 那如果是你这个什么象牙挂的话 不好意思不用 不用 不用 我以前我以前是那个什么 常常的这个什么鬼压床啊 结果后来的时候我爸爸就不离开我了 随时每天晚上睡就要跟我睡在一起 不敢离开我 常常每天进入鬼压床 后来的时候呢 向下人他们有一种歹族人 各位这种歹族人 跟这个常景民族人这些很厉害 这些人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他们对鬼对神对这些很厉害的 各位哈 他那个歹族人那个 如果是没有那个歹族人 我今天阿德不能坐在这里了 不能站在这边给他们讲话了 真的 真的 他们这人的话哈 他们懂得鬼神 鬼事 神事这些东西啊 他们看了以后 他们他来找我爸爸玩 然后我哥爸爸跟他讲了这些 他看了以后 他摸了我的头 摸了他看了以后 哦 你那个小孩子是小时候大大型的时候 你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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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搞他 然后他哪里怎么都碰到什么东西 全部是 我跟人家跟实际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那个小孩子的话 你如果是你要找得到那个象牙 你就拿象牙给他随时背的 啊要要挂拍到小孩子就丢了 你要背的随时背的带的啊 我爸爸说哎呀哇我这个象牙 因为在以前我爸爸那个打仗的时候啊啊 那他们那个啊什么九十三十啊啊啊那个国民党打仗的时候啊 对啊就去到那个缅甸打过来泰国 泰国去打那个苗共啊苗共的时候呢挖这个钩嘛 避开那个枪子上嘛啊啊 所以呢就就就就挖到这象牙 啊甚至我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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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这个也是我爸爸挖出来的 因为以前泰国跟缅甸的并件这些东西很多啊啊 这个是挖起来的啊这个是传家宝了 他那个象牙拿了以后呢就拿给我啊 我就背着从那是开始的时候我就没有从来没有了啊从来没有 在这个我说有一段时间啊我这个东西白天我朋友带过去 我没有带过去的时候呢就就就小孩子嘛玩玩玩玩就就我把结果后面 后面是我妈妈去找到的我把他丢在那个什么车那个洗洗澡的地方 那个地方啊掉在那边结果那天的话玩玩玩玩就跳出去了 掉进山上去玩玩到时候呢人家那个山下怎么怎么过世了 他们就烧他们有火化嘛那边山下的火化的话还有刀呢 还有斧头呢还有什么家具那些全部跟在一起 因为希望说他过世了以后这些东西他拿过去他下一次他还可以再生存下去啊 是这样结果小孩子看到那个那个斧头嘛 他的他的那个手把是树木头嘛 烧掉了 但这个铁没有烧小孩子看到啊 那我好像是啊六五岁吧哎五岁多还没有六岁的时候啊 我就把那个糊涂拿过来 白天拿过来玩玩玩玩玩玩玩以后就丢在那个我家的大门大门外面啊 家外面大门前面那个地方丢的 你知道吗黄昏的时候啊各位太阳快要下山的黄昏的时候啊 我这边就挂起来了 叫他叫 动了动谁都拿不了我三个大人啊三个大成人拿不了我一个五岁多的小孩子 到往上的时候我一直都不说服那个 到往上的时候啊我的这个 这这两个地方冒出那个 那个脚啊牛脚那个地方不是那么长 但是会冒出来这么长 云园的这么大 这里冒出来这里冒出来 所以没有办法了 我爸爸妈妈就怪就就奇怪了嘛 就奇怪了所以就 马上这么在12点左右往上了 就马上又没有电灯什么都没有 有那个油灯啊 一段路过去多么多么困难的 就把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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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逮族那个那个那个老那个那个老前辈 把他叫过来 那一个老前辈过来以后 掐到我家 的 维尼巴 维尼巴一只脚掐上来以后我就马上就 在那边就动啊 我个什么的谁都拿不了我 在打着打叫的叫什么的吼的吼的在那边 所以他那个一只脚 喵先进来以后我就在那边就进了 好进进了然后他进来以后了就就开始给我 罢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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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 罢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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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好以后他就他就用他念的那个水 啊 啊那个那个ßen睡啊 在我头上 HA下去一下 然后就在我头去听说了哈 我不记得了 那我头上捏了以后呢 撒下去后 我在 才睡下去 因为那天我没有带那个 所以这些东西 你要说没有吗 也拿出 你要说有吗 就看不到 这些东西 人家就是说 你能不相信 但是你不能不尊重的 这是泰国的青来的青青草原 是一个景点 但是因为下雨 所以什么也看不到 雾蒙蒙的 这个地方叫玻璃屋 好漂亮啊 我们在这里吃饭 唯一的遗憾就是天气不好 如果不下雨 更漂亮更绿 现在就是有点乌蒙蒙子了 这是泰国菜 我朋友说这里像日月潭的 是一点像日月潭的 这个是什么 鱿鱼炸的鱼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它这个炸的鱼还蛮好吃的 它上面放的瓶子 不知道还有什么 它有一个香味 还有这个香茅的 这个香茅炸起来好好吃 这个鱿鱼不知道是跟鱼脂一起论 也蛮好吃的 这个是利咖喱 那个是多阴蒙汤也还可以 这个是农须菜 农须菜我不知道是什么 农须菜 我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好吃啊 反正里面鱿鱼跟鱼脂 小管收盆 好嘞 收发 我觉得这一餐泰餐是最好吃 最正宗的 我们这个景观又最好 它这个炸的鱼也蛮好吃 这个油鱼也非常好吃 这个香茅特别香 你知道我们买上面的香茅都是收完了 然后这个东京鱼它也蛮正宗的 这个真的是正宗的菜餐了 很好吃 很好吃 对啊 这个景观应该是 超棒的 香茅月坛 我们这个坛呢 总共是12个坛员 有一个台湾的岛游 一个本地的岛游 一个师 给你三个人服务 我们12个人 好像不赚钱 我们感觉 因为一家人才交1000美金 包括施住 对啊 它酒店不是很好 但是你想想 你要是自己来住的话 你的钱就三四个晚上 酒店先试试 看看泰国的田园风光 真的是挺美的 还有一个 泰国有一个最重要的 也是人家很干净 真的是到处都很干净 不要觉得这个地方 好像什么物价那么便宜 好像觉得人家国家很落后 其实真不是 而且泰国人 他们有信仰嘛 所以我觉得人家 到处的人都蛮带死的 谢谢你的感觉 幸运的人才会看得到哦 因为不经常下 这么年轻的时间 多天的雨 这一面是水库 这一面是水库 我的美女朋友说 这个比美国的白宫好看多了 这个金碧辉煌的建筑物 快看一下是什么 其所见呢 最漂亮的 这个是蓝庙 是泰国新京的艺术家建造的 整个庙域以蓝色为主 蓝金为主色调 有一种艳丽 静蜜之美 木瓜吊着卖的 所以这个就是黑屋博物馆 对看起来像庙 叫做黑庙 黑庙OK也叫黑庙 这个跟白面都是又是同学老师 又是又是朋友 所以他们有钱 你看上面那个都是纯金 都是纯金的 你们这里有没有金正的 有 这是纯金的 这个老师 证了 证了证了一次 也没有 又来打我们这个千脉跟青牙 就是因为这些 以前的树啊 以前上海的 这样 这是真的鳄鱼皮哦 实验是耶 你看可以投币 真的是鳄鱼皮 真真的鳄鱼皮 可以投币 好等一下 等一下 这整间屋子全是合一瓶 所以挺值钱的 它都关起来 不让进去 只是在外面看 今天的晚餐 好像一天到晚都在吃东西 这是今天的晚餐 这是鸡肉 这个高厘菜每天都有 是吧 然后虾 然后那个什么肉是什么的 这家是导游说是比较贵的餐厅 因为我们这一顿 它上面标的是每个人650 泰铢 没吃什么了 就五六个菜 也没什么贵的菜 但这家就装修的比较好了 它有个庭院了 然后它这里还有个有个吧 但是没客人 就我们两桌 没有一桌客人 就我们两桌 可能现在就是国内的客人不来了 所以就生意不好 真的是没生意 就两桌 吃完晚餐 导游给我们逛亲来夜市 等一下找不到他们了 芒果弄糯米饭 我朋友说他没吃过 他说要买一个来吃 试试 但这个在那个什么 在美国的泰式餐厅里面都有 它是一个甜点 泰国在冬英宫面 120 这个60 这一排全是种小吃了 我们刚刚吃完卖 吃不下了 看一看 今晚的酒店 它有一个晚上是五星级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家 这是在青奶 这家花园看起来 昨天那家好很多 昨天看到像个小 前两天看到像个小招待所 这个还看到像个酒店的样子 离开这个青奶的酒店了 这应该是我们住的很好的一个酒店了 算是 青奶 好了 我们的青奶椅子游结束 这个酒店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这个酒店 这是应该我们三个晚上最好的一个酒店 这人 Wat 就算是1个晚上最好 Fahren 小 blues 我是